上個禮拜聽到陳佩琪的說法之後 你也覺得裡面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嗎 對 因為我跟你講 佑琴我跟你講 我現在慢慢看他們家 我已經看久了 看出一條線 什麼線 其實先撇開洗弦這件事情不講 你從他諸多事蹟 你就是可以發現 他就是不想讓在財產申報的時候 讓你發現他錢很多 第一件事情 他不是說他1628裡面 有一筆金流是兩百三十塊 兩百三十萬的選舉補助款嗎 馬上就被張英山他們打臉 就說你柯文哲在2018年的時候 你說你選舉是虧錢的 當時你說你拿房子貸了兩千萬 兩千萬後來得到一千七百多萬的選舉補助款 加上兩百萬的選舉保證金 所以你還虧六十萬 這個是他當初營造出來的人設 對不對 其實你現在仔細聽 他根本就亂講 那個保險費 那個保證金 保證金根本就不能算盈虧 因為那個你交出去 最後是會拿回來 那根本就不能算盈虧 所以實際上他當時就亂講 然後現在那個陳佩琪講說 他們選舉結局款有兩百多萬對不對 對 我們就看了一下嘛 其實你不能按照他們那個數字這樣相加 這樣是不對的 邏輯上應該是說 你去看他政治現金收入多少 然後跟支出多少 你到底是有盈餘還是還是有虧 他的收入是四千四百零五萬 支出是五千五百八十八萬 等於是他參加了二零一八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他總共虧了一千一百八三萬 但是他收到了一千七百多萬的選舉補助款 所以他實際上他是有賺了六百萬 他選二零一八年選舉 他是有賺六百萬 他有賺 他有賺六百萬 可是他在媒體上面營造出什麼形象 我虧 我為了選這個四張 我那麼努力想要為大家做事 我還虧了六十萬 你看明明就是賺六百萬 他還罵張藝善 他還罵張藝善 還獨小 對 那你當初的時候我沒有跟他講說 你明明就是賺錢 我怎麼知道他賺了兩百多萬 如果賺了兩百多萬 我就說那三十萬要給我獎金 蠢智涵都有三十萬獎金 你現在原資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只有賺兩百多 他是賺六百多 他是賺六百啦 可見張藝善數學也沒有很好 否則這個你用一千七百多 減掉一千一百八十三 就是六百萬啊 他就是賺六百啊 對不對 那賺六百你為什麼要說你虧六十 就是要營造出好像 我就沒什麼錢啊 我就是有虧錢 可是 想到我們最近又亂打了 你知道嗎 又亂打了 因為他們現在一直針對 國民黨部分就兩個人 一個是鍾小平 另外一個就是游淑會 鍾小平現在是 有點用那個人格毀滅戰 就是說 鍾小平在追他們民眾黨的一個 議員的以前的參選人叫做 翔炎 想叫做炎炎嘛對不對 這這出劇已經越演越火辣了 好不好 等一下 要專情 炎炎是那個炎炎 不是這個炎炎 對對對 他叫曾炎 曾炎傑 炎啊 你又是炎炎 不一樣的炎 對 這非常火辣好不好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就挖出來 就曾小平 鍾小平在二零一八年 就是說什麼 想炎炎啊 看星星想炎炎啊 然後不然就說什麼 你單身我單眼皮啊 那你是不是也喜歡我什麼 湊成一對啦 他都這樣湊成一對 周小平有講成 講出這些話嗎 這很像周小平 這周小平 不知道他那麼浪漫 浪漫 他很浪漫啦 小平哥除了三分球很準之外 他講話也很準 然後那好 那是二零一八年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二零二零二四年 被炎炎拿出來 拿出來罵 而且被網友發現啊 二零一八年 小平哥這樣子 對炎炎講這些話 如果炎炎不舒服的話 後面他們應該 就不會再聯絡了嘛 可是二零二二年 小平哥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炎炎也還幫忙PO了一下 小平哥的競選步調 所以代表說他們兩個可能 後面還有一些互動 就是說你一直被騷擾 你後面應該就封鎖他了嘛 可是為什麼你還會一直跟他互動 小平哥今天去提告了 去提告了 然後說炎炎侮辱他 然後再講就再告 而且還爆了一個料說 其實炎炎是想要約蔣萬安 要利用他約蔣萬安 所以這出去越演越火辣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清關難斷家務事 他們兩個到底怎麼樣 我不知道 如果炎炎覺得不舒服的話 也可以去提告小平哥 這個我們都支持 大家互告 然後司法離境真相也都OK 但是呢 但是民眾有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 鍾小平呢為什麼一直抱 柯文哲的料 就是因為追求那個炎炎 最不成 所以才開始報復民眾黨 這件事情 我又覺得有點講多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小平哥會因為這樣 就報復的話 那一天到晚都會報復人啊 對不對 鍾小平哥不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不可能是這樣 你在毀滅鍾小平 沒有啦我是說 小平哥不會這樣子 他不是那麼心胸狹窄的人 他是對 他是有格局的 他不是在於說他常常把妹就對了 他不舒服的話 頂多去秀秀三分球 秀秀三分球 但是重點 小平哥這個事情 先不論 那我覺得罵尤淑慧 就太over了好不好 民眾黨有一個 組織部的副主任 他罵尤淑慧什麼 他說尤淑慧你幹嘛一直監督 那個柯文哲 你是不是你的三立男友給你的資料 因為尤淑慧剛好交了一個男朋友 在三立上班 然後就直接說尤淑慧是三立男友給的資料 尤淑慧非常不爽 我會覺得我要強力譴責這樣子講 為什麼這樣講得好 尤淑慧本身沒能力 是因為他三立男朋友比較厲害 所以餵給他 叫他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叫尤淑慧去做他打手 沒有 因為淑慧本身自己就是一個 臺北市議員 而且他是金華城專案小組調查的召集人 他自己也會分析資料收集資料 所以淑慧完全是靠自己 而且他是本於監督的職責 那我覺得民眾黨你要這樣亂打 其實會有適得其反 為什麼因為我剛剛有講 你們去打那個檢調不公開 應該偵查不公開這件事情 我覺得藍營會認同 因為馬英九的關係 可是你打淑慧 大家會覺得淑慧也沒有怎麼樣 反而會讓藍營的有一些人 也會有一點反彈 所以就是建議民眾黨 就是去打 就號召大家去打這個司法 不公開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就 我覺得就不要再歪摟了 所以的話 他們已經有確實了 他應該會不會發生